大家好,我是蔡春希博士 大家好,我是蔡春希博士 这次我要跟大家讲到启示录的研读 我所用的语言是用广东话和有中文字幕 我这次的课程没有用普通话和华语 我就是用广东话,但是有中文字幕 如果你说我很想你用华语来教的话,请你告诉我 这次我只会用广东话 如果有弟兄姊妹或同学们很想我真的能够用华语来再教的话 接下来我会的,不过请你通知我 我本人由1983年开始教神学 教到现在有39年的经验 我教神学当中,教得最多就是圣经史地、考古等 但是除此以外就是启示录 所以我会运用这么多年教启示录的经验 来跟你分享 而另外第二,我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 很多人教启示录 就将很多不同的立场摊给你看 那我都会让你知道有不同的立场的看法 但是很多时候你问那个老师 他自己本身都没有立场 但是我就是灾前被提论 不过如果你将我和其他时代论的神学的讲师来比较的话 我的神学的看法是根据于研读这个启示录 所以如果你说我是或者不是灾前被提论 不如你来看看我到底怎样有这种立场 而第三,在这个课程里面我有很多简明的图表 所以你会了解到七印七号七碗的看法 最好用图表来表达 而第四,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会将我过往里面在希腊和在土耳其所拍摄的 有关这些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不只是图片 而是高空所拍的一些短片 来放映给大家看 这些你不会在其他的课程里面会得到的了 而第五,我也会有很多精心的简部 读启示录,见很多异像 但是讲义仗一大堆字 你都不知道实际的情景会是怎样 但是在我这个课程里面 会有很多精心的简部 将一幕一幕 一个一个的义仗和情景 呈现在你的面前 让你更加了解当时 启示录的一个实在的经文背景 所以一起来和我研读这个启示录 深究圣经,真知力行 有点优优独播剧 有点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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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优独播剧